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全力的推出一带一路 在国际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期间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 似乎对不久前的峰会比较冷淡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相对冷淡背后的一些原因 首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 燕青在华盛顿的一则相关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 建造港口、铁路、道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峰会议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 这个全球倡议将让所有参与的国家和公司互利共赢 但也有人质疑中国的真正意图 前美国贸易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说 中国终止了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 反而采取了零和竞争、高度重商主义的大量措施 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 由于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 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 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投资对象的首选 这是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做的调查结果 商会主席蔡瑞德说 有些公司正在考虑亚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 另一些公司考虑回到北美 特别是那里的能源价格低廉的多 也许劳动力对他们制造产品的影响不是那么重大 法治和透明度将是关键所在 有些人指出中国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 也因此比较不太介意一些公司撤离 然而也有些分析家认为 北京的重手政策导致投资缩水 仍然可能让中国付出代价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泰德·莫兰说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占据重大地位 所以我不遇见任何种类的灾难 我只认为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多 增长力道也会大减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 宣传包容性的主张 一些美国公司仍然担心这个说法可能划而不实 美国之音VA卫视报道 我们今天也将彦卿邀请到了演播室 一起来探讨一下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看法 欢迎彦卿做个演播室 你好 谢谢主持 彦卿我们先刚才在报道当中是看到了几位前官员 还有业内人士做出的对这个一带一路的分析 那么你认为这些说法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倒不见得特别特别 但是特别的或者是说有一点不同寻常的 在我来看呢 就是说说这些话的人 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目前的经济的政策 这些国策的走向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Sharleen Bashevsky 他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的USTR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 他就是大力的卷入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过程当中去 而且可以说是起到了当初 我想从中方来看 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然后像他现在有说呢 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 他说一开始一段时间呢 他觉得是还是黄金时代 但是后来这些年 他就是比较有微词 说是中国呢 是看中了全球化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他的讲话就是 Everybody else's market 就是所有其他人的市场 中国都是对中国开放 中国的产品也去那些国家 然后没有就是说 礼善往来这样 就是让西方一些国家觉得 我们的市场你可以进来 大家都知道 这好多的这个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 但是美国的公司呢 进不去那边 他就有这种frustration 以至于到呢 就是frustrated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很烦很不高兴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他是民主党人 他建议川普总统要重新协商 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 我觉得这些话呢批评 有这些微词出自他的口中 是有点不寻常的 另外报道里边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美国 中国美国商会的主席 他呢他们在这个报道 他们自己的年度报告当中 他也说啊 他说我们美国中国商会 是什么样一个组织呢 是当初在15年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我们呢是代表美国公司 曾经多次去华盛顿 和白宫方面 还有去向国会 lobby 然后这个主席还说呢 我们当初公司呢 还带了就是美国公司的中国雇员 特意把这些雇员带到华盛顿去 请他们跟议员讲 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得非常动人的 就是像他们现在呢 他也觉得 没有说是当初做错了 但是也是觉得 这么多年下来 好像中方只是一方面的 就是接受了加入WTO的好处 但是呢 让其他的国家呢 没有觉得是彼此彼此这样 也让那些当年帮助中国 加入WTO的这些组织 感到非常的失望 有一点second thought 是 那么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包括当今的走势 国际间有怎样的评价呢 最近我们也看到 有这个目的评估的问题 就是把中国的这个 这个幸运级别降低了 这跟我就是采访 还有做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的 得到的一些观察 是一致的 就是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一些专家什么的 他们都注意到呢 由于中国过去几年来 在他们看来 就是2012年之后 很多的就是国有银行的贷款 都转到了就是state-owned enterprise 国有企业 然后就是国有银行给私营企业贷款的比例 要就是下降的幅度很大 然后与此同时呢 国有企业的这个盈利的幅度又不是很大 这样就造成了这个债务的问题 他们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感到现在比较严重了 我想上个星期 目的公司的这个平级的这种往下降 也是国际间 就是这种关注的一个表现吧 好的 谢谢燕青 今天做客 我们的演播是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